1.59分 玩搶光時間11.59分 玩搶光時間12.01分 時間12.01分 6月18日星期一 今天6月18日星期一 端午節 食種 爬龍舟 每個人都經常做的 尤其是爬龍舟 食種也是一個 最好的享受 首先 今天6月17日 是父親節 你也明白 父母出去做事 都是為了你好 不賺錢 就沒有錢交 就沒有錢 要交每個月的家用 不 每個月的 費用 如果不交 就要收一層樓 就要睡街 你也明白 爸爸媽媽 賺錢是很辛苦 例如說 你做很久 只能賺到一百多元 都不夠 所以說 爸爸媽媽在你生活中 是最重要的 不能賺到他們 先留下 朗平的道香 超級如 不夠吃 我在Facebook看了一個新聞 就是在中國 在大陸一個女學生 就是因為他考這個 公開試 就是這個DSC 因為他 沒有溫習 所以他 考不到 考不到他哭 主要是因為他 在考之前 經常都好 經常都好 在家裡 甚至在街上 很喜歡玩抖音 你也知道 大陸的影音 社交APP 叫抖音 不停玩 我玩 自己都忘記了 忘記了溫習 自己做一些歌曲 大陸的影音 有什麼好玩 只是自己做一些歌曲 有什麼好玩 對 我還記得 在14-15的時候 看到 聽到 也有個中三的學生 坐在那裡 金鐘 好像下隔道 不知道是黃國 半尖沙咀 還是黃灣 坐在那裡 坐了七天 沒有上學 請了七天 並且請了七天的時間 於是 他都說 準備自己 說他收間一張信機 被人踢出校 因為 父母 是不答應他 參加佔中 但是他自己 參加佔中 實際上 一個中三的人 坐在佔中 是為什麼 難道是罷課 一個中三的學生 當然是 應付不了 還有 金西哥 就罷了 那你明天 沒有上學 一定沒有錢 輸定沒有錢 就是 人家這麼快 就馬上參加佔中 不怕 不能上學 我剛才CAT了一條 叫什麼 MOLUFA 叫MOLUFA 叫MOLUFA 但我真的叫MOLUFA MOLUFA 有五條BF的影片 不過這些影片 不是的 都是不同 但他們的影片 應該是很久之前拍的 很簡單 因為那一部影片 他玩了一部 蘇伊士的時候 只有三支旗 還有大人征服 因為三支旗的大人征服 在之前 在以前 在7PL1之後才拍的 即是說 他那些影片 多數都是 在去年 在7PL1之後才拍的 在7PL1之後才拍的 星期二 要這個中文測驗 因為 我們中文 因為貨物文大牌都很差 所以要重測 裡面的狼 都一樣 不過他還有一個很高的要求 就是 在30分裡面 一定要拿20分 否則一定要重測 所以加上星期二 第一堂 還有 看看這個計劃是否成功 如果成功的 他會給我兩分 不成功的 沒有 一定沒有 但如果說 是不是你自己加上 當然不是啦 不過都有的 只是無端端的 如果真的加上星期二分 一條 一條 這樣的 這個句子 就兩分 如果真的可以過一關 加上星期二分 即是三十六分 即是七十二分之三十六 即是二分之一 因為真的可以說不需要留下 你想想地理的地獄式補課 不只沒有放學的標準時間 而且是叫你背書 問你書 還有做測驗 背書也是很辛苦 因為背書是你背食課 整個背負責 不知道配什麼 再加上又不給你時間 你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補完 真是地獄 正如你之前這樣 地理補課 因為我們猜測不太緊張 我們留在那裡溫書 溫這個龍劫 我們坐在那裡不敢去問問題 然後我們坐到3點48分到6點36分 即是差不多坐了3個小時 好像示威一樣 只要坐2個小時 我以一個戰鬥模式 就叫冷戰 所謂冷的意思是因為那天很冷 對戰是老師和學生戰鬥 對戰是老師和學生戰鬥 唉...真的補課 雖然說6月21日是放假的 好像是放假的 但是要補課 6月21日 22日 25日 26日 即是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一 星期二 補地理 由9點補到12點 再加上補完地理之後 6月28日 7月3日 7月5日 7月9日 這四個日子 要補化學 由1點半補到4點 Shit 搞錯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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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選手都可以不用補貨 但是我們一定要補的 我... 我... 好像聽到人說 會退休歷史課 因為歷史課 要寫好... 寫好像通識一樣 寫很多... 東西 這些東西都可以被人捱不住 真的捱不住 你這樣捱得住嗎? 寫那麼多 人家就很難 甚至人家放棄了 一滴無價 那... 不要說... 不要放棄 我寫S 真的... 真的可以說 不出我所料 真的一樣 又是三分 寫那麼多東西都可以三分 除了說要符合內容 因為寫一些很充分的... 的... 的... 論點 但是寫那麼多 我寫一版半給三分 我後面踢那麼多東西給三分 你那時候踢了九個 不知道九個還是八個 你給三分好 什麼解救 什麼解救 我保持在這裡 我會跟兩分多東西 在那邊 可以封鎖 賤